节目的开头呢我们就说了 昨天下午剩余的531名 原恶大连医护人员呢 已经返回了家乡 这次呢大连航空可是派出了 5架包机编队飞行 带着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回家 我们的特派记者也前去采访了 来看看他都抓拍到了 哪些难忘的瞬间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大连市周水自国际机场 那么再过一会呢 这5架承载着这些英雄们的飞机呢 将会在我身后的这个停机平落地 那这529名医护人员当中呢 进驻武汉雷神山医院呢 就有511名 是全国各地集市 派出人数最多的医疗队 负责雷神山医院的8个病区 365张病床的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 历时55天呢 一共救治了509名患者 目前呢已经治愈了420名 那么再过一会呢 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就要来到了 现在在现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群 可以说是特殊的人群 那他们呢 都是这些医护人员的家属 相信此时此刻呢 他们一定心中有千言万语 想对他们表达 想对他们说 你好 你好 今天是来接谁的 来接我姑娘呢 我的女儿 现在是什么心情 心情非常激动 希望我 欢迎他们凯山归来 一会儿的他们落地了 打算以什么方式去迎接他们呢 不好要么 只能给他们挥挥水 给他们鼓励吧 让他们好好够离 安心够离 我们在家里好好地带孩子 带好了就行了 你现在就感觉 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女儿说吗 女儿你真棒 你是最好的 最最勇敢的 这位是 这位是我姑娘的女儿 那你这段时间想不想妈妈 你想不想妈妈 想 那你现在想妈妈 回来怎么样 要妈回来抱抱我 还要怎么样 我要妈回来抱抱我 亲亲你 对对对 真棒 真的 就是家属们的这个情感 是非常的真挚的 那么大伙从这些家属的 这个神情 这种眼神 都能感受出来 他们对亲人的这种期盼 还有想念 也能感受到 他们此时此刻 这种激动的心情 那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去等待 去迎接 这些英雄们的平安凯旋 身着白衣 心有警断 别时风雪 归来春风 欢迎回家